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小飞飞 前面节课我们讲了怎么去填养抽屉 这节课我们来讲一下怎么添加9个 我们先把这个柜子给它简单的划分一下 比如说这个也是750 这个800 800回座 这边我们给它出一个3 那我们怎么去添加9个呢?很简单 右键,出去内空 选择我们需要的内空,右键再添加9个 这里就会有,然后呢我们提供了三种9个 那这里有个参考面,9个有个参考面 默认是什么,前面呢 这个你们想一下我们在插入门的时候 这个参考面是怎么去确定的 前后左右是怎么判断的 你们自己回想一下 那默认就是前面,然后呢 这边有三种9个的样式 锤子9个,全9个,半9个 那如果我想切换它的显示怎么办呢 现在它以后点下预览就会进行切换了 OK,比如说我现在一个锤子9个威力 然后呢,行数呢,改成五行 五列,两行 我们来预览一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是这么一个结果 然后呢,这个最小格子内进 这个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需求去设置就行了 在这边有个空间长度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失去的内空的尺寸 缩放内空 就是它我们在这个实际内空的基础上 XYC各件的意义 实际上它是没有碰撞上的 OK 那么在这里啊 我们这里有个致适应什么呢 我们 我们这里先给它创建一个吧 先点一下应用 这样它就会创建一个9个 这是锤子9个 那如果我是写9个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啊 失去内空 我给它添加一个写9个 添加9个 然后呢,改成一个全15度的 我们看到啊 我们看到啊 当我们切换成这个9个以后啊 它下面的这个 这里有两个数字啊 这里有两个数字啊 户口放宽量和深放量啊 当我们鼠标以上去以后 它会有提示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因为我们9个都是插槽的嘛 都是插槽插进去的 所以说你如果这个直设的不对 你到时候会导致 9个安装的时候安装不起来啊 那么换放宽量一般是多少呢 比如说我们板默认是18的宽度 是吧 我们用的板是18的宽度 你想让它留个0.2的缝隙 那么你这里就设置0.2就行了 它实际开出来的这个槽就是18.2 这是匡泛量啊 宽度的放量啊 一般这个值啊 是0.2到0.5之间啊 你不要写个复数啊 写个复数就完蛋了 这9个肯定是插进去了 0的话呢 你如果机器精度够的话呢 还能硬插插进去是吧 建议呢是0.2到0.5之间的啊 根据板材咱们板材的质量啊 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的经验去设置啊 那么升放量是多少呢 升放量呢 我这里建议呢设置成一个开料刀镜啊 开料刀镜的一半的神度啊 你比如说我咱们开的刀是6的 那么 这个升放量呢 这里填个3 大于3就行了 当然你填个4也可以的啊 是吧 一定要大于他刀的半径的 不然的话 他到时候这个 两个板卡在一起的时候 他也卡不准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切割的时候 整个小角的时候啊 他会有一个圆角的嘛 是吧 到时候你两个圆角之间卡不上了啊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封边啊 封边的这个 因为这个属于异性的嘛 所以说尽量同一封边啊 你如果 不同一封边的话 到时候加工出来也是会有问题的 然后呢 这个是9格的温理方向 这个就不多说了啊 这个涉及到生产的 那你如果咱们为了省 呃 省板 省板才是吧 你可以选个5温理啊 正常来说 你就按照什么温理 就选什么温理就行了 啊 然后在这里有一个什么 自动分析高度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点 我点的是啊 这时候我点应用啊 它会提示我们啊 提示我们 9格 内定太小了啊 系统这样自己 减去核子的数量 我点以后呢 它会自动呢 调整9格的数量 还有呢 调整个顶板的位置 点一下 是吧 调整顶板的位置啊 点4 它会把顶板的位置给它加下来 啊 那么如果啊 我们这样 实际内空 点这个右键啊 添加9格 如果我这里改成点否呢 自动分析高度啊 我们来试一下啊 点1 它也会调整这个顶板的位置 但是它9格的这个 格子数啊 它是不会变的 啊 OK 那如果我们想固定的输入一个9格 比如说我根据宽度啊 它自动算出一个高度的一个9格 那么我们可以这么做 啊 添加9格 然后呢 把这个改成固定 啊 改成固定值 啊 改成4行 3列 预览一下 啊 点1 这里你可以点否啊 它就不会跳进了 啊 OK 我们的9格 大家记住啊 我们的9格永远都是 保证你中间是 方形的 正方形的啊 我们是根据宽度去计算出 9格的高度的啊 所以说 哎我经常遇到也有些人问我 哎我根据宽度求这个高度 根据高度求这个宽度行不行 或者说我固定一个宽度 固定一个高度 我能不能做出这个9格呢 啊 这个呢 告诉你啊 暂时还是不行的啊 我们只能做这种 标准的9格啊 那种非标准的我们暂时不支持 OK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9格的使用啊 谢谢大家来观看